男子不慎掉进鳄鱼池,瞬间被四十只鳄鱼撕成碎片,这是发生在柬埔寨的鳄鱼食人事件,当救援人员将他的尸体打捞上来时,只见他的双臂和腿都被鳄鱼吞食,只剩下残缺不全的断枝残留在水中。 这名男子是鳄鱼养殖场的主人,当时他正忙着照料自家养的四十只鳄鱼,然而命运对他来说极为残酷,在他还没来得及站起来的时候,就意外滑入了鳄鱼坑中,就在那一瞬间,四十只鳄鱼都疯狂地扑向他的身体,将它撕成了碎片,这个恐怖的场景难以想象,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一切发生得如此迅速和无情。 当我们想到农场时,往往会想到一片清脆的麦田或者一群悠闲的牛群,但在世界的某些地方,人们却从事着不同寻常的养殖活动,比如养殖鳄鱼。 这些鳄鱼养殖场不仅仅是为了食肉需求,还用于生产皮革和鳄鱼蛋。 这种特殊的农场景观和养殖方式,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新奇的,但同时也伴随着巨大的风险。 在柬埔寨等地,鳄鱼养殖业是一个盛行的产业,为许多家庭提供了生计,但与养殖牛和羊不同,这种养殖活动是一场致命的游戏。 当你的家畜将你视为猎物时,你必须拥有足够的力量才能生存下来,任何一个不慎的举动都可能导致游戏结束。 该男子名叫兰纳姆,今年已经72岁了,是一个经验丰富的鳄鱼养殖户,他在自己的土地上养殖了40只鳄鱼。 它的农场位于柬埔寨第二大城市金边附近,是该地区900多个农场之一,该地区的气候非常适合鳄鱼的生长,但当地养殖的鳄鱼条件却相当恶劣,鲜罗鳄和咸水鳄是最常见的鳄鱼养殖品种。 香港,中国和台湾是世界上最大的鳄鱼产品进口国,这些地方会消费大量的鳄鱼肉,并将鳄鱼不同的身体部位用于传统医学和制药领域。 每年会有超过100万张鳄鱼皮被养殖户出口,这在时尚也非常受欢迎,鳄鱼养殖户期望鳄鱼的价值是种植和养殖成本的两倍。 但全球各地的鳄鱼价格存在差异,柬埔寨鳄鱼行业的商业价值一直在稳步下降,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并且尽量减少清洁工作,柬埔寨的鳄鱼养殖户将鳄鱼限制在混凝土围栏内,并未食死鱼,浸泡在血液中的玉米粉和肉块。 对于这些史前爬行动物来说,这是一种悲惨的生存状态。 兰纳姆的家人深知鳄鱼养殖业的危险,兰纳姆本人也经历了许多险情,将这些极其聪明的动物养在非自然的环境中,可能会导致它们变得极度凶猛。 兰纳姆的农场是一个混凝土坑,中间有一个长方形的淡水池,供鳄鱼游泳,然而水池的颜色是绿色且浑浊的,周围都是冷硬的混凝土。 这些巨大爬行动物没有得到丰富多样的环境供应,钢支台阶从木板上方的走到通向地面,木板平衡在凸起的混凝土柱子上,帮助兰纳姆在不进入鳄鱼围栏的情况下四处走动。 但这种设置是危险且不稳定的,一旦失足就会跌入混凝土坑中,下面是正急切等待的鳄鱼。 当时鱼类的价格为每斤180元,兰纳姆每天会从走廊上扔下鱼来喂养年轻的鳄鱼,但成年的鳄鱼通常一周只喂一次。 尽管它们以这种方式被喂养,但它们的杀伤力仍然存在,经常发生斗争,拥挤的围栏变成了一个激烈扭打和可怕撕咬的混战场所。 为了此鳄鱼产卵,兰纳姆建造了金属笼子,鳄鱼蛋是一种珍贵的商品,兰纳姆将它们卖给其他农场或中国市场,但获取鳄鱼蛋常常是具有挑战性的任务,此鳄鱼对这些蛋保护有加,如果兰纳姆靠得太近,它们会发出嘶嘶声。 兰纳姆唯一的防御方式是挥动它面前的一根棍子,这是它和鳄鱼之间唯一的屏障。 鳄鱼的鳄不可以产生超过一公斤的压力,它们会像咬火柴棍一样将棍子咬断,但相对于咬兰纳姆的腿来说,棍子更安全可靠。 2013年5月,兰纳姆像往常一样来到它的农场,多年来它的家人一直恳求它放弃这项生意。 它们深知其中的危险性,尤其是考虑到它已经72岁了,再加上价格的不断下降,市场的波动以及邻国需求的减少。 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兰纳姆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但它几乎不可能轻易改变自己的职业,因为它对自己的生意了如指掌,几乎能养活全家,它已成为当地鳄鱼养殖户协会的主席为荣,因此它不会放弃。 曾经成年雌鳄鱼的价格达到4500元,但近年来跌至1100元。 柬埔寨的鳄鱼养殖业的盈利持续下降,但这是兰纳姆所了解的唯一生活方式。 一直刚刚完成产卵的雌鳄鱼在金属潮箱里保护着它的蛋,鳄鱼通常在2月到5月之间产卵,每次产卵数量在20到60枚之间,孵化的幼崽将在4月到7月之间孵化出生。 2019年,每只幼鳄的价格为73元,但到了2020年,这个价格降至仅为18元。 柬埔寨的鳄鱼养殖户几乎没有收支平衡,对于兰纳姆来说,农场上生产的每只鳄鱼都非常有价值,它必须确保所有的蛋都能成功孵化。 兰纳姆走下中间的台阶,进入鳄鱼围栏,紧紧盯着围栏中的鳄鱼,产卵的笼子喂鱼,离其他鳄鱼保持一段距离的高价平台上。 当兰纳姆靠近此鳄鱼时,它张开嘴巴发出丝丝的声音,露出它那致命锋利的牙齿。 兰纳姆用棍子敲打着笼子,鳄鱼摇摆着尾巴,表达出它的愤怒。 兰纳姆逗弄着它,它开始从笼子里走出来。 当它接近笼子边缘时,突然向兰纳姆的笼子扑去,它用嘴紧紧咬住笼子,兰纳姆本能地向后拉笼子,但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失去了脚下的支撑点,它重重地摔倒在鳄鱼围栏内的地面上。 这些巨大的爬行动物转身向它奔来,四十双眼睛紧盯着兰纳姆,鳄鱼们发现它无助地躺在地上。 这是兰纳姆以前从未遇到过的困境,它的心跳加速,面对着眼前潜在的生命威胁。 它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一些鳄鱼从水中爬上岸,身体拓在地上,其他鳄鱼则在池塘边晒太阳,看到兰纳姆掉了下来, 一跃而起向它跑来,尾巴左右摆动着,短腿快速移动,它们的嘴巴紧闭着,露出特有的牙齿,当它们接近攻击距离时,就会张开大嘴,迫不及待地品尝新鲜的食物。 在兰纳姆反应过来之前,一只鳄鱼迅速冲上来,咬住了兰纳姆的腿,猛烈地摇晃着它,兰纳姆大声呼喊,试图解脱被钳制住的部位。 但另一只鳄鱼发起了攻击,这次咬住了兰纳姆的胳膊,用力地将它的胳膊撕裂下来并在它面前一口吞下,鲜血喷涌而出,洒在混凝土上。 兰纳姆感到绝望,周围没有人听到它的呼救,也没有人意识到它所面临的危险,兰纳姆继续反抗,它失去了大量的血,鳄鱼向它扑来并咬住它,它感受到鳄鱼强大的力量。 另一只鳄鱼加入了这场饕铁盛宴,用力拉扯着兰纳姆,它感觉到自己的宽部松动,随后兰纳姆又被拖过混凝土地面,背部也被擦伤,鳄鱼继续朝着那片水池无情拉拽,突然伴随着巨大的飞溅声,兰纳姆被拖入水中,40只鳄鱼紧随其后,每只鳄鱼都向它扑来,拉扯着它的身体。 其中一只鳄鱼发动致命的卷动攻击,兰纳姆几乎失去了知觉,它平住呼吸,在水下被进行了一次死亡翻滚,它感受到腿部的压力不断增加,剧烈的疼痛让它难以忍受,越来越多的鳄鱼向它发起攻击,不断撕咬着它的身体,但它无力承受这场无法战胜的战斗不到几分钟。 兰纳姆彻底失去了战斗能力,它的身体无力地躺在水面上,紧接着鳄鱼又毫不留情地将兰纳姆拖入水中,迅速翻滚,瞬间将原本绿色的水池染成了血红色,鳄鱼们大肆狂食,凶猛地撕扯着它的尸体,场面令人胆寒。 另一只鳄鱼将兰纳姆残破的身体拖到了干地上,当农场的工人们赶到时,兰纳姆就躺在那里,周围弥漫着它自己的鲜血,它的胳膊已经消失,身上到处都是被咬伤的痕迹,工人们紧急呼叫救援人员,然而救援人员对兰纳姆已经无能为力,它在这场袭击中不到几分钟就因伤势无法承受而丧命,毫无生气的尸体被饥饿的鳄鱼包围着。 每次救援人员试图靠近取回兰纳姆的尸体时,它的尸体就会被饥饿的爬行动物死死互助,发出嘶嘶声,仿佛在诉说着它们的主权,它们的眼睛透露出无尽的饥渴和野性。 调查人员在鸡米远的地方,发现一只鳄鱼它的嘴巴里藏着一件珍贵的财产,那是兰纳姆的黑色凉血,它紧紧地咬在牙齿之间像某种站立品。 所以当你看到鳄鱼养殖场的一些基本设置很夸张时会感到惊讶,说明那里一定发生过恐怖的事情。 就在四年前,一个两岁的女孩闯入了自家的鳄鱼养殖场,被活活吃掉,而这个农场就在兰纳姆所住的村庄。 大多数农村的养殖场都缺乏安全措施,没有什么障碍来阻止这种事情发生。 救援人员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勇气,才将兰纳姆的尸体从围栏中拉出来,确保他的尸体安全,他的家人才能够将他下葬并悼念他所遭受的苦难。 这起悲剧引起了当地社区和农业局的广泛关注,他们开始呼吁加强对鳄鱼养殖场的监管和安全标准。 尽管这次事件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恐惧和悲伤,但他们也是对人类与野生动物共处方式的残酷提醒。 这些鳄鱼本就是自然界中的一部分,但当他们与人类生活的交汇点没有得到妥善管理时,悲剧就会发生。 兰纳姆的家人深感痛苦和懊悔,他们后悔没有早些劝告兰纳姆出售农场。 尽管这个农场对兰纳姆和他的家人提供了生计和收入,但这个为他提供生计的东西最终成为了他陷入可怕命运的根源。 经过兰纳姆的悲剧,家人们意识到他们不能再冒着风险继续经营这个农场,他们必须采取行动,确保类似的悲剧不再发生。 兰纳姆的家人出售了养殖场和其中的所有鳄鱼,他们与当地的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和农业局合作,确保这些鳄鱼被妥善照顾和安置。 兰纳姆的离世不仅对他的家人是个深深的教学,也对整个社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仍开始认识到农场安全的重要性,农业局开始加强对农场的监管和安全标准,教育机构也开始宣传野生动物保护和人类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存的重要性,希望能够改变农村农场的安全状况,防止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